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中捲 那它的外面這一圈叫做外套膜 那這個是它的臂叫旗 那這個旗的部分呢 如果它的長度呢 是它的外套膜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話 那這個就是中捲跟小捲還有瘦根 那如果是Tall 2的話 它的旗就會是跟它的外套膜一樣長 那另外一個還有常聽到就是花枝 那花枝跟中捲最大不一樣的是 來鏡頭 等一下 它這邊有一個殼 那這個殼如果是透明的話 就是中捲這一類的 叫管油木 那如果是花枝那類的話 它是會有一個乳白色的碳酸鈣的硬殼 好那這個眼睛朝上的 這個透明的外殼朝上這是背面 那首先呢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隻中捲的幾個構造 這是它的頭部 它叫頭竹類 所以它的腳是長在頭上 那它的腳的部分呢 總共有四對碗竹跟一對觸 這個觸碗 那觸碗呢 就是這個最長的這個 這個斷掉了 對這個斷掉了 所以只剩下這個 這個是它平常用來用這個吸盤捕食用的 抓到魚或是螃蟹之後 再把它拉到嘴巴附近 那我們先看它的嘴巴 它嘴巴裡面有一個非常厲害的繪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把它拿出來 直接拿出來 直接拿出來 一般我是用鑷子夾 它今天沒有帶鑷子 就只用鑫 就用鑫 不用啦 拿剪刀把自己拿出來 用鑷子比較好夾 我夾到你的口氣 算了 等一下再把它夾出來 好了 來 有沒有 你不要小看這個東西喔 這個東西可以把螃蟹的殼把它整個咬碎 不過要有樓上的那個 對 弟弟在樓上有一個 一套 一套 它是一組 這是一個是上面 一個是下面 一組 在玻璃 那我把另外一個吧 我也是這個很尖銳 它這個很尖銳 它這個很尖銳 鼻畫你可以幫我把它夾出來嗎 鼻畫 來 用尖尖 鼻畫 鼻畫你 用看 要不先 尖銳 去研究一下 怎麼要尖銳 不要壓木狼 木狼 就像鳥嘴的一樣 鳥嘴上面那個老鷹的嘴巴一樣 看起來沒有 推 木狼在哪裡 木狼在 來 弟弟你試試看 木狼 那個瘸 那三口好痛 我褲子 沒關係 沒關係 正常 抓不出來 因為我手太粗了 好 來 把他手更粗 沒關係 我指甲超細 超細 這個好尖 你看跟老鷹的嘴巴一樣 哇 拿出來了 所以他這樣是一組的 你看一下 有沒有 像老鷹的嘴巴上面跟下面 我發現有一嘴 可以這樣子 把食物 跟螃蟹的殼咬水 好 這個殼我們先放旁邊 好 沒關係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 他的碗族 看一下 這 最快上面是 第一對 第二對 第三對 然後他的 觸碗會長在第三對 跟第四對之間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碗族裡面 有這個袋子 袋子在這裡 他平常會把這個碗族 收在裡面 要捕捉食物的時候 才會生出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他的第四對 他的第四對碗族在這裡 那第四對碗族這個地方 欸 今天可能是公的喔 如果是公的話 他第四對碗族 跟其他隊不一樣 你有發現其他隊的吸盤 都是長這樣 那你有發現 第四對他長的東西 就有點是片狀的 片狀有沒有 你摸摸看 摸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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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粗粗 這邊吸盤 對對對 他有明顯的吸盤 這沒有 那這沒有的部分 他就是要從裡面把金夾拿出來 然後把他的金夾放到雌性的 這個 中捲裡面去跟他受孕 所以這次是公德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行解剖 把它翻到背面 好 翻到背面的時候呢 我們先請姊姊來幫我們下第一刀 因為用這個料理剪 把它剪到這裡 剪到這裡 好開始 從這裡 我怕弄到手這樣 不會不會 這樣子 對 剪下去 那觸感 它就是剪到這裡 有點像是我們在吃 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往上剪 那個好療癒的感覺 對 往上剪 好剩下的給弟弟剪剪看 我都超療癒 沒關係 超療癒 這個筷子 這個也是壞的 來 剪剪看 來一手摸這樣 嘿嘿 剪刀齁 好繼續剪 OK OK 好 好 因為已經 已經退冰了 所以就有一個這樣子 滑滑的 好 那這是它的墨囊 那它的墨 我們先講一下 這是它的漏斗 漏斗皮它會噴水 噴墨汁 所以它的肛門 跟它的墨囊的墨汁 都會從這個地方噴出來 好 那我們來找一下 我們講 上次講的這個鈕扣 你們發現這個地方有個軟骨 喔 難怪那時候覺得硬硬 對不對 那你看看 這邊是不是剛好有個縫 所以它平常在吸 在這個噴水的時候 它會用這個軟骨 把這個 夾住 把這個外套膜蓋住 所以水就不會從外套膜這個地方噴出來 會從這個漏斗噴出來 好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哇 解凍之後特別明顯 這是它的什麼呢 這是它的塞 這是它的塞 塞 塞主要是跟人的肺一樣 是為了過濾水中的空氣 那這一支是一支公的 那這支公的 後面這個白白的部分 是它的金草 然後這個乳白色是它的金夾 然後它的陰金在這裡 就是白色的部分 就是白色 就是這條白色的部分 這條白色的部分是它的陰金 然後你看到這個部分 有它的末囊 然後這個很像痰的構造 很像痰 這個構造是它的心臟 然後它塞的 塞 連接身體這地方 還會有 各有兩顆塞心 是連接這個塞的 塞心的功能 主要它把它血液打到塞裡 裡面去進行替耳交換 好 那我們在解剖這個 腫捲的時候呢 或接下來會做件事情 就是會把它內臟反 那內蟑螂要撕起來的時候呢 我們通通這樣撕 那撕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這個地方有一個 來特寫一下 這個地方有一個乳白色的構造 我們下去 這是它的神經結 這個乳白色就是它的神經結 來特寫一下 這裡 那頭竹洞的神經結是非常的明顯的 所以不然我們再觀察 神經細胞的時候都是以頭竹洞的神經做例子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拉上去囉 弟弟你看 弟弟你看 這是神經結 這是神經結 這邊左右兩邊都有白色的 好那接下來 姊姊來 姊姊你把內臟團壓著這邊往後面 我不要講多種事 不會不會一人拉一半 不要壓木囊 我就先把木囊抓住 對對對 然後慢慢吸 慢慢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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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換弟弟 OK 那 就抓這邊 慢慢的吸 慢慢的吸 它不會破 爸爸你等一下你要解剖眼睛 換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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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對 留了好多汁 好把內臟團拿出來 好現在姊姊把這個拿出來 這個就是它透明的翹 來我們特寫一下 透明的翹 好不用 然後它的腮就黏在這兩邊 我們把它腮拿起來 再腮 我覺得好像就摸到這個 OK 好那這個外套膜之後 我們一般吃 吃小卷的時候 就是吃它這個外套膜的構造 爸爸這是什麼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它內臟團的部分 來 我們把它鋪上來 好我們來從背面看 那我們剛才就是它的墨囊 那它的肛門口大概也在這附近 肛門口大概附近 所以它的墨汁 墨囊墨汁跟這個 跟肛門的排泄物 都會從漏的這個地方水噴出去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肝臟 它的肝臟應該是這個 墨囊下方 那我們把它墨囊撕起來囉 墨囊撕起來 好我們把它剪掉 那為什麼會覺得 為什麼會覺得手會死死黏 黏黏的 因為它就是 因為是海水的 好 那它的肝臟在這個位置 肝臟在這個位置 它們不小心撿到的是它的肺 它的肝臟是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有點肉色的區域這個部分 然後呢 這個部分是 這個部分是它的肛門 肛門 所以這個是它的盲囊 是它的消化的構造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部分是它的胃 所以裡面應該有它吃的東西的食物在裡面 所以這是它的胃 OK 那這個很像痰的 這個構造是它的心臟 它的心臟 那我剛剛說它是公的嘛 所以這個地方是它的金草 然後這個地方是它的 這個 產生金甲的構造 然後末端這個地方是它的陰莖 末端這個地方是陰莖 那陰莖一樣 會通到它的 這個 往這個 往它漏斗的這個地方 方向去做延伸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結果 大概就到這裡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